我們是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政府主席 想向各位傳媒朋友交代一下 有關選民登記冊的遺失事件裡面 我們在接下來的政制事務委員會裡面 希望將會加入有關的議程來討論 因為其實自從選民登記冊遺失的事件出現之後 其實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 而在事後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秘書處也收到我們政制事務委員會 13位的委員先後入訊 要求儘快在委員會裡面 討論有關遺失選民登記冊的這件事 因應這件事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 所以政制事務委員會決定希望能夠 儘快能夠邀請相關的官員出席 去討論有關的事件 而在4月份因為我們和秘書處商討過 法國會議室的情況真的非常緊張 所以如果我們召開特別會議的話 其實在安排上的時間未必能夠及早處理 而最快的時間正正在下星期一原本 我們是有一個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是下午兩點半召開 我們原定的議程是一個有關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工作組的公聽會 邀請我們社會的介人士表達意見 我和陸聚雄副主席商量過之後 我們決定會修改當日的議程 也將政制事務委員會開會的時間提早半小時 由兩點半小時提早到兩點正正式開始 由兩點正至三點半我們先處理有關公聽會的環節 然後在三點半至四點半的時間 將加入議程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以及選舉事務處的相關官員出席有關的會議 希望能夠向議員和社會交代整件事的來容去脈 或者我將以下時間交給副主席作出一些補充 正如張岳雲主席所說的 今次委員選區選民資料拆遺失的事件 是得到社會非常大的關注 亦都涉及八千多位選民的個人資料的問題 使得很多市民對於選舉事務處處理個人資料上 是出現了一個信心危機的影響 有市民形容這個選舉事務處 繼上次不見了一部電腦之後 特效選舉的時候 今次又不見一個選民資料拆 就好像彷彿是一個私隱黑洞 什麼資料都可以不見得 究竟裡面有沒有涉及一些欺上門下 或者制度性的問題 剛才張岳雲主席說過 會找選舉事務處 和政制及落地事務局的官員 我亦都很希望私隱專員 都能夠派代表來出席 來聽我們的意見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希望鼓勵市民 是多些登記做選民的 但如果登記做選民出來 那個可能的風險 原來政府都會不見你的資料 其實是否選舉事務處在幫政府倒米呢 其實今天我知道麥美娟議員 和一班委員選舉的街坊 都去了警署報案 可想言之 居民對這件事是非常之擔心 非常之關注 所以我們都盡快去度了個期 略為調動一下時間 希望能夠有關部門 能夠整理好資料才能上來 亦都希望有個初步的情況 能夠向我們回報 亦都希望 亦都可能會有同事 會再追問上次特首選舉 不見電路那件事 是否能夠政府都一聘過 去回應關於選民資料遺失的系列事件 去挽回公眾 對於選舉事務處 處理一些個人私隱的信手 因為其實在下星期一個會議的時間 的確是比較緊張 在現在我們的安排當中 約會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讓議員跟進這個事件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再能夠 撥出更多的會議的時間 因為其實在當日緊接著 將會有國歌法的法案委員會的會議 所以我們只能夠作出這個安排 剛才副主席也都提及過 在我們討論過之後 其實也都希望私隱專員公署的代表 能夠一併出席這個會議 但是當然 在上次有關航空公司 遺失顧客的私隱的資料裏面 私隱專員當時以調查為由 是沒有出席的 當然這次我們也都會盡量 邀請他們一起出席 希望能夠盡快 釋除社會對這件事件的關注 以及疑慮 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所以我們補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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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